特朗普总统的选情危机 落后人家十几个百分点了 所以他现在要积极的为自己造势 告诉美国老百姓 他治理美国比民主党人强 那么有什么证据呢 特朗普总统提了一条证据 他告诉美国老百姓 说你们知道吗 美国犯罪率最高 最不安全的20个大都市 全都是民主党人执政 你们看吧 我治理美国治理的这么好 如果有一天选上一个民主党的总统 民主党今天不是没有执政 他执政的这么多城市 都是美国治安最差 犯罪率最高的城市 所以你们还是应该选我 特朗普总统说的是真的吗 真的民主党的市长们 治理这么差 把美国的城市一个个变成 最危险最不安全 犯罪率最高的城市吗 特朗普总统老对手 华盛顿邮报 人家为了斥责他的谣言 专门进行了调查 结果调查结果让我们大跌眼镜了 经过华盛顿邮报的调查 特朗普总统说的是谣言 只不过谣言的成分很低 因为全美国最不安全 犯罪率最高的前20个大宗市中 有17个是民主党人执政的 还有两个是无党级人执政的 只有一个是共和党人执政的 也就是说 特朗普总统说的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夸张 但是不可否认 人家说的是事实 当然人家华盛顿邮报得帮自己找折 人家解释出 大家别误会 因为美国这个政治结构现在就是这样 大都市 人口密集的地方 不管是州还是城市 大部分都是民主党人执政 中西部那些大农村 人口比较少的州 小城市 才是共和党人执政 这次新冠疫情我们也看出来了 为什么民主党人执政的州 感染率特别高 因为民主党人执政的州 基本都是大都市 人口非常密集 经济交流非常频繁 所以他容易得病 共和党人执政的州 那都是大农村 没有多少人 人口住的非常分散 所以他不容易得病 所以华盛顿邮报告诫美国老百姓 你们别让特朗普骗了 不是说20个都是民主党人 而且这跟民主党人执不执政 没关系 是的 熟悉美国的朋友们都知道 美国确实有这个情况 美国实际上犯罪欲告的地方 不是在农村 都是在这个大都市 一起去美国中西部 那个地广人稀 家家连这个门都不锁 有的地方连门都没有 美国中西部老百姓 给人感觉就是挺淳朴 挺善良那种 而美国大量的恶性犯罪事件 还真是都发生在大都市 没办法 大都市人口太密集 而且美国就是一个大戎毒 移民社会 来自各个地方的人都有 这些人大量的是聚集在大都市的 像这次美国种族大暴乱 我们就看出来了 大暴乱在哪暴 那当时的大都市暴 哪有在大农村暴的 但是反过来讲 我们也得想想 民主党人也知道这个情况 那么他们对改善美国的治安 对改善城市环境 做出什么努力来了吗 为什么时至今日 虽然美国被三座大山压顶了 疫情 经济 种族 至少有30%到40%的美国老百姓 是铁杆支持特朗普的 原因很简单 大家也觉得 你民主党似乎只能嘴上乱讲 但实际上你的治理也是一塌糊涂的 虽然没有20个城市最差 但是高达九成的比例 也是够吓人的了 更多大千世界 更多古今完人 点击赵旅拍案的头像 进来看看哦 赵旅拍案 本回书着落在此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 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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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